生命纪 第三十四章 摩西从摩押平原登上尼泊山 到了耶利哥对面的皮斯加山顶 耶和华把全地指给他看 从基列到旦 拿伏他利全地 以法连马拿西的地 犹大全地直到西边的海 尼格夫从宗述城耶利哥的平原到索尔 耶和华对他说 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启示应许之地 说 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 现在我使你亲眼看见了 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 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 死在摩押地那里 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耶和华将他葬在摩押地 搏皮尔对面的谷中 只是到今日 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 摩西死的时候一百二十岁 眼目没有昏花 力量没有衰退 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 为摩西哀哭了三十天 为摩西哀哭沮丧的日期才结束 嫩的儿子约书亚 因为摩西曾为他按手 他就被智慧的灵充满 以色列人听从他 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去做 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一位先知 向摩西的 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 耶和华差派他在埃及地 向法老和他的一切臣仆 以及他的权地行了各样神迹奇事 又在以色列众人眼前显出大能的手 行了一切大而可畏的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